嗨,大家好,我是Erica 欢迎你来到米蝶香花园的香草去 那今天呢,我要教大家怎么样利用家里的这个葱 再来种出更多的葱 那为什么会想到这个方法 是因为在疫情期间 我们其实不太容易常常出去买这些辛香料 那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 因为美国的这个冰箱 我自己个人觉得没有以前在台湾使用的 那种日本制的冰箱的保鲜度好 所以它的葱其实常常两三天后 就不是那么新鲜,那么清脆 所以呢,我们大家可以用一个方法 来让这些葱可以在家里后院自己生长 那你就可以随时取用新鲜的葱 我们这边呢,可以把这个葱呢 前面就是切大概这样子 大概是两寸左右 那你取下的这一段葱呢 就可以拿来种在土里面 它就会产生葱 大概是一个月的时间它就可以长出来 那这个方法呢,是我在疫情期间呢 看到很多人这样做 那我自己也实验过后发现说 诶,这个真的很不错 因为在美国买葱呢 都大概要50cent到大概六七十 甚至如果是有机葱大概一块多 也就是说大概是15块钱 大概到台币是50块钱 那用这个方法你可以就是 当冬天冷的时候 或者是有疫情的时候 你不太方便出去买菜 可以用这样的这个自制葱的方法 那等一下我们来示范怎么样种 这些葱苗呢 是大概我一个月前种的 那它就会一直长高 本来只是像这样的长度 那大概是一个月你就可以采收 那因为呢 有时候现在冬天会有很多的内容 松鼠王它们会来土里面 会买它们过冬的一些果实 所以就会被它折断 那像这个地方呢 我就可以把它 有些挖起来 等一下就可以使用 这就是都之前 也都是用像刚才那个葱端去种的 那你可以把刚才的那些葱端埋进去 不用埋太深 不然你要挖的时候 不太好挖 因为这个盆子有点小 所以我不会放太多 那种完后呢 如果说你有吃一些像这种 带壳的这些海鲜啊 不管是螃蟹啦 或者是说像这种就是像蛤蜊啊 等等这些东西 你都可以把它放在土里面 它会放几天后 它会变比较分解 之后把它敲碎 放在土里面 会增加这个植物的营养的吸收 那如果说你没有的话 你可以买像这种肥料 这种肥料就是有那种 近看就看到很多的这种 蟹壳啦 虾壳 加进去 它这样会长得比较好 所以自己家里种葱 其实是非常非常简单的 你买葱的种子回来种 反而要长很久 以前我在台湾 买种子根本很难发掘 长很久 你用现成的再去种它 反而速度比较快 那今天我介绍 就DIY种葱的方法 就到这里 那欢迎你点赞按分享 还有跟朋友分享 我们的这个YouTube 谢谢大家 拜拜